各位大家好,就去到MC 第31条 这条题目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如果你有听过讲解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快速做到答案 当中其实也很喜欢问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 通常我自己的读法就是 一型是遗传,二型是自己拿来的 你记得这个要点的话 当中一型糖尿病的治疗方法 其实就是要打胰岛素针 因为没有足够的胰岛素 但如果二型糖尿病 是一向都有胰岛素的 但胰岛素作用不到肝脏 所以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 如果敏感度下降的情况下 纵使血糖水平上升 其实胰岛素的水平上升 但是作用不到肝脏 所以一看下去 首先第一点 Y是一个正常人 为什么Y是一个正常人呢? 原因就是因为 喝完高浓度的糖水 其实有多可喝高浓度的糖水呢? 当你想验糖尿病 又或者孕脏会验一验 有没有任神糖尿病 当中医院的做法 都是叫孕脏 早上空肚 喝高浓度的糖水 然后看看血糖变化 当中 一喝完之后 其实在短时间 血糖水平就会升高 但是也会在短时间 回复正常水平 所以这里就很明显看到了 但是去到下面 为什么会这么快升 然后去到后期 又会回复正常水平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的身体里面 产生足够的胰岛素 作用到的情况 就能够恢复正常水平 所以一看下去 Y的引 其实就是正常 这样下去 都很简单的选择 所以你会选择C和DOT 那剩下 一形的二形的X 喝完之后 血糖水平会上升 但是没有足够的胰岛素 很明显就是一形糖尿病 而Y的喝完之后 它也会升得很高的 但是问题是 胰岛素一向都高的 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二形糖尿病 所以答案就是 多 82%和我答对 所以中观仪 你问回我 其实呢 不用说那么多解释 当中里面 其实整个要点 他想出什么呢? 就是想告诉你 你对一形糖尿病 和二形糖尿病的了解 和根治的方法是怎么样 所以中观仪 简单 有过去有看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希望今天的分享 帮到大家去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